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十七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说 The Verizono Bridge, which was designed by Othma Amand joins Brooklyn to Staten Island 这个Verizono大桥 上面交代不是用它的名字命名呢 这名字就叫Verizono Bridge 后面他说这个两个字号之间 当然是个非线的新东西从具 这个简单 就补充说明他这个Othma Amand这个人设计的 他把布鲁赫林区跟斯塔顿岛连到了一起 这个布鲁赫林区和斯塔顿岛 分别是纽约市里面的两个重要的区 这个区在纽约市里面叫Burrow 两个重要的Burrows 这个大桥就跨海大桥 把两个地区连到一块 这个我们通过一个地图啊 可能把这个事能看得更清楚 我们看这个是纽约市的一部分 你发现在屏幕的左侧 这个地方就是Staten Island 就著名的斯塔顿岛 而在右边这个部分 就Brooklyn 或者叫Brooklyn Borough 就布鲁赫林区 这是著名的黑人区 这个地方黑人住的特别多 中间大家可能看到 这个小连接起来的 这个小长条 就是看到了吧 可能眼尖的同学能看到 这是Varizono Bridge 著名的Varizono大桥 它是把这个斯塔顿岛和布鲁赫林区 连接到了一块 以前得坐船过去 现在呢 开着车从这大桥上 就直接能过去了 它选的你看 两个这个海里面 这个距离最短的地方 建了这么一座大桥 这是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桥 现在依然保持着 世界最长的吊桥 这么一个殊荣可以说 这个大桥非常的长 而且呢 这个两座高塔支撑了四个钢索 然后拉起了这个大桥 我们先对大桥有宏观的印象 一会再看第二段的描述呢 可能就更好理解些 我们看看这座大桥 这是著名的Varizono Bridge 今天依然处立在 美国的这个纽约港这个地方 你看这两个非常巨大的这个高塔 那么下面有粗粗的钢篮 拉起了这个非常长的这么个大桥 确实跨度非常之长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座吊桥 好 那么再回到本文中的课文里面来 这个课文里面来说 说把布鲁克林区跟斯塔顿岛 连到了一块 这是一个复习嘛 咱们大家还记得 在第八课著名的修道院 就讲过Joint A to B 可以表示把A和B连接到了一起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这个主动被动都行 我们再看一个被动的 The island is joined to the mainland by a bridge 这个岛通过一座桥与大路 连接到了一块 本来的主动可以说 The bridge joins the island to the mainland 这里只不过用被动了 这个岛呢 备用一座桥与大路连到一块 Joint表示连接 注意后面加接词2 这个不是加入某个组织 加入某个活动 而是连接起来 我们记住这个含义 而记住接词一定加2 复习吧 我们还有哪些词表示A B连到一块 大家可能还记得 Link A with B或者Link A to B 或者说Connect A with B 或Connect A to B 也是表示把A和B连到一块 这个知识点明显是复习 因为第八课咱们讲过 咱们就回顾一下 在第八课的句子 42页的第一行 42页的第一行 The Great St. Bernard Pass Connect Switzerland to Italy 著名的圣伯纳德大山口 把瑞士和意大利连接到了一块 是Connect A to B 也可以很有意思 那用本分钟的 You can join Switzerland to Italy 这个也讲 叫AB连接起来 这是表物理上的连接 物理上的连接 那咱们复习一下 如果表示把A和B 在头脑中联系起来 由A联想到B 这个抽象的联系 怎么说呢 复习咱们以前说过 有这么几个常见的表达 第一个和第二个 刚才的两个又移植过来 Connect和Link 也可以表示 A和B联系起来 它不但表示物理的连接 也表示头脑中的联系 但是join一般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还有更多的专门表示联系 Associate A with B 把A和B联系到一块 还有我们说过的 Relate A to B 把A和B联系起来 这几个可以表示 头脑中的联系 头脑中的联系 这个第八课 咱们都讲过 那么下面咱们做一道疏忽题 咱们看81页的第十题 快点 81页动作快些 翻过来看第十题 80页第十题 在80页下方 81页下方 The Arizona Bridge 什么 Brooklyn with Staten Island Valizona大桥 把布鲁克林和斯塔顿岛 按照原文中的意思 必须是连接起来 大家看选哪个 只能选C 对不对 Link A with B 把A和B连接起来 那么A选项 Attach 是表示用绳子系到一块 或者用胶石粘在一块 这明显是不同顺的 Unify表示统一到了一块 这不是统一的意思 那C是连接 或者这个联系都行 用Link正确 但是D选项relate呢 relate在这 它本身只能表示 头脑中的联想 而且relate表示联想 是一般加2 这界次有问题 所以D排除掉了 选C是正确的 表示连接到了一块 好 下面就描述这个桥了 它说 It has a span of 4,260 feet 非常长 它有这么一个巨大的跨度 是4,220英尺 这么一个长长的这么一个跨度 这个有多长的一个跨度 咱们在词汇中讲过这个结构 It has a span of 表示这个拱的跨度有多长 有多长的跨度 咱们回顾一下 在词汇中讲过的例句 The arch has a span of 16 meters 这个拱有60米长的这么一个跨度 这本文中大桥的跨度也说它 has a span of 另外咱们注意本文中这个界词 这个off在这 不是翻译成什么什么得 这是表示引出数量的 这个跨度数量是多少 有60米这么长 本文中的跨度是4000多英尺这么长 是引出数量值的这么一个off 你看本句中 It has a span of 4,260 feet 就用off引出数量值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再多看几个例子 At the age of 52 在52岁这个年纪 这个age后面叫off 是引出数量值的 这年纪是52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再比如说 An increase of 3% 3%的这么一个增长 这个后面off还是引出具体的数值 增长的数值是3% 对吧 再看例子 A revenue of 3.4 billion dollars 这个revenue叫岁入 就是每年的这个收入 但revenue不能指个人收入 一般是公司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 可以用它 大概呢 有那么34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年收入 这个引出的还是具体数量值 billion是10亿 前面加这符号是dollars美元 再比如说 A pay raise of 4% 我们多了4%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涨幅 这个rate做名词 可以把公司的增加 涨了多少 对off引出数量值 再比如说a salary of 30,000 dollars a year 那么一个这个公司收入多少呢 3万美元每年 这个具体数值是off引出数量值 一年挣3万美金 就是这么一个 引出具体数量值的 这个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我们再看在课文中也有 在本文中你看在78页第11行 本文中78页第11行 是不是又出现了 The platform extends to a depth of over 100 feet into the sea 这个平台一直延伸到了这么一个深度 深度是多少呢 超过100英尺的这么一个深度 对吧 用的是它 还有再看 还是本文中78页第12行 78页的第12行 他说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e terrace rise to a height of nearly 700 feet 在水面之上 这个高达 高达大概700英尺 这么一个高度 高度是多少 后面加GIS-OFF 引出具体数量值 这是GIS-OFF一个重要用法 本文中说 这个跨度大概是4200 60英尺这么长 下面作者说了 The bridge is so long that the shape of the earth ha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its designer 这个桥因为太长了 所以地球的形状 必须被它的设计者考虑在内 我们说如果这距离短的话 这地面可以看到是平的 是直线 如果太长的话 就得考虑到地球是个大圆球 这个桥得有弧度了 说明这个桥实在太长了 这个很生动 说的很生动 当然本文中用的是so that 这个具形 如此以至于是 这个具形大家都知道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 或者so为了强调它可以放在锯手 so放在锯手要怎么样来着 又是回忆了 so放在锯手 后面要倒装 本文中的倒装该怎么说 是不是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必动词放到前面去了吗 部分倒装吗 so long is the bridge net 后面再抄下去就行了 这桥实这么长 以至于怎么怎么样也行 如此以至于 是不是还有一个具形 叫searchnet searchnet 我们以前说过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怎么样呢 有人愿意 放弃高收入 等等等等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的 东西必须买的 searchnet 也可以抄下去 这个这个 这个强调如此以至于 这么类似的含义 那本文中是不是可以说 桥的长度 达到这样一个情况 后面再讲 大家重计不就行了吗 那我们看看可以怎么说 桥的长度 那就不能用long这个词了 因为search 得跟名词搭配 用lens 对吧 是不是可以说 the lens of the bridge is such that 这个桥的长度 达到这样一个情况 哪个情况呢 就是地球的形状 必须要被设计者考虑在内 对吧 用search 当然它得跟名词搭配 用lens就好了 或者咱们search 也可以倒装 咱们以前说过 search放在巨手 后面也得用部分倒装 那该怎么说 还是把这个 is放在前面就好了 search is the lens of the bridge net 后面再搬带 从去抄下去就好了 表示如此以至于是 用search 但so呢 是跟名词负词搭配 search呢 这个so呢 是跟形容词负词搭配 而search呢 一定是跟名词搭配就好了 用长度这个词就好了 好 这个非常好理解 这个也是复习 我们看一看书后题 81页的第六题 这个题出得不错 咱们看看 81页的第六题 81页咱们看第六题 它说什么呢 the lens of the bridge is什么 the shape of the earth 注意啊 这个题后面有一点打印错误 巨末那个earth后面 不要用句号 咱们把它改成一个省略号 点点点点 三个点不是一个点 这是这书印刷是打印有问题 这个桥的长度是这样的 以至于地球形状都怎么怎么样 后面这句子没有写完 这点点点不是句号 earth后面是这个省略号 不是句号 只能选哪个 只能选B了 is such net 是这样的 以至于会如何如何 选B是通顺的 而A C D 没有一个搭配能讲得通 只有B是正确的 用的正式 但是我们刚才说如此以至于 这样一个固定剧情 这个剧情 陈述国道庄是老知识复习了 咱们在以前早就讲过 咱们先复习第四课用道庄的 26页第四到第六行 26页第四行到第六行 第四课 阿尔福德布鲁格斯 松中生活 还记得吗 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a green man people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are pay for the perfect are becoming white-collar workers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是哪样的呢 就是很多人愿意放弃高收入 而为了换取 成为白领工人这个特权 这是在第四课 我们在回顾27课中 陈述预许的 跟这数目题表达类似了 在130页第八行最后到第九行 130页的第八行最后到第九行 27课里面他这么说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are such that skills have to be paid for in the same way that goods are paid for at a shop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的 是哪样的呢 技术必须掏钱买 正如你在商店里买东西的 掏钱不是一样的吗 这个such that跟本文中 这个such that是一样的 好 见过之后这种剧情 咱们可以放心来模仿使用 没问题了 好 再回到剧中 桥是这么长 以至于the shape of the earth 地球的形状怎么样 ha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its designer 必须被考虑进去了 这个出现重要搭配 就是做决定 做判断时考虑某个因素 考虑某个情况 to 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本文中这个逼于 当了主语用被动 叫be taken into account 当然是可以的 就是做决定时 或做判断时 考虑到某个情况 当然用主动当然也行 我们看例子 If you take inflation into account we actually spend less now 我说你看着现在 可能花钱多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把通货膨胀 考虑在内的话 你发现我们其实 钱花的是少了 更省钱了 因为钱的贬值 take inflation into account 可以这么说 但是注意 这个搭配有一定灵活性 什么灵活性呢 不但是主动被动 可以变化 而且如果这个take 后面的宾语太长了 为了据实平衡 可以把它改成 take into account something 可以把这个宾语 放到into account的后面去 这改变正常语句了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boy's long illness 我说你必须 我们必须得考虑到 这个孩子长期患病 这么一个情况 你看这个后面画横线的 这个写体字 明显是做take的宾语 正常语句是 We must take the boy's long illness into account 但这个时候 宾语太长了 我们说了 宾语长壮语短 可以先说壮语 后说宾语 它可以改变正常语句 这个变化也是有的 所以你看主动被动 还有宾语的太长 可以放在壮语后面去 这个写作中就活了 它就灵活了 当然考虑某个因素 除了这个搭配之外 它还有一个变形 直接可以用take account of something take account of 当然这就没有 宾语后世的问题了 因为这宾语肯定在后面 就没有前后的问题了 那么同样的 咱们也是通过一些 这个例子来看一看 咱们也是看一个 这个例句 他说 these figures do not take account of changes in the rate of inflation 我说这些数据可能不可靠 为什么呢 这些数字 它没有考虑进去 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通胀率今年跟当初是不一样的 这些数字没有考虑到通胀率的这个变化 好的 这是考虑到某个情况 那么跟taking into account 在写作中有一个完美的替换词 就是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这个结构 未来到了四册十六核 咱们会讲这个搭配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跟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是完全一样的 它也可以用主动 也可能被动 如果中间这个避孕太长 也可以放到状欲 into consideration后面去 都行 都好 都可以 咱们同样的 也是看一些例子 先看主动 I always take fuel consumptio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uying a car 这个句特别好理解 fuel是燃料 consumption是消耗了 当买汽车的时候 我总是会把燃油消耗 考虑在哪 就是油耗 这个车是不是费油 你看这车便宜 那以后每月烧很多油 这个后边这个钱花的可多了 把这个考虑在内 这个考虑在内 可以这么说 同样的避孕太长 可以后制 你看 看这句话 before we come to a decision we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ll the relevant facts 在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时 我们必须怎么样 我们必须把所有相关的事实 都考虑在内 你看这个避孕 all the relevant facts 是四个词相对长一些 所以它放到了这个状语 into consideration 后面 正常语句是 take all the relevant facts into consideration 但并语太长时 可以后制 当然你不后制 绝对是可以的 后制据实更平衡 同样这个搭配 也能用被动 你看跟take into consideration 完全一样 跟take into account 完全一样 看被动的 the candidate's experience wi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就像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一样 这些候选人的经验 将会被考虑在内 就是我们选拔候选人时 得考虑到他是不是有经验 好了 这是用被动 你看主动 被动 还有并语太长后制 跟take into account 从搭配含义 都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好 继续描述这个大桥 他说 Two great towers support Four huge cables 这个句子简单 他说两个巨大的高塔 刚才在图中见到了 然后支撑着四个巨型的钢篮 这个一句话说出现两个巨大 离得太近了 坐着明显用替换了 前面这个大塔用的是grade 后面的大钢篮用的是huge 我们在第十个讲过 这两次是同一词 The tower是塔 没什么说的 Cable专门表示蓝锁或者钢篮 尤其表示在吊桥上用的 这个大巨型很粗的钢篮 叫Cable 然后下一句话说 The towers are built on immense underwater platforms made of steel and concrete 这两座高塔建立在 一个巨大的水下平台之上 这个immense也是巨大的 明显是为了替换 上一句话中刚刚出现的 great和huge immense也是巨大的 大家可能忘了 我们在第十个课中见过 五十页的第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前后是相关的 五十页的第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你看 The Titanic turned just in time narrowly missing the immense wall of ice with rose over 100 feet out of water beside her 泰坦尼克号这个弯 转得刚好及时 勉强错过了 夺过了这个巨大的冰墙 在它旁边 咱们突出水面 有100英尺多高的 这么一座巨大的冰墙 巨大的immense 这个在一线出现过 这明显又是替换 这个大桥什么都大 这个塔大 钢索大 下面水下平台也大 咱们中文中可以用一个大 英语中得替换 这个underwater不说了 在水下的 platform 这个词得说一说 platform表示各种各样的平台状的东西 你说舞台 你说讲台 像火车站的月台或站台 钻井平台等等等等都可以用这个platform 这个词 所以用处特别特别多 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表示 这个火车站的站台 用它用的特别多 月台站台 The train will depart from platform 3 在火车站会听到这个词 这辆火车将于三号站台出发 如果上这火车到三站台去等车 platform 3 三号站台 讲台舞台也行啊 The speaker mounted the platform to denounce the policy The speaker 这个演说者 怎么样呢 登上了这个讲台来谴责这个政策 这个mount 做名词是山 做动词是个优雅的书面 也就是登上去走上去的意思 这一般固定是加异地 就mounted 就像这样的went up 走上了这个 在这讲台了 denounce 是指责公开的谴责 谴责这个政策 你看platform 意思特别多 讲台啊 舞台啊 什么什么建筑物的这个平台啊 钻井的平台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是什么站台阅的都可以用它 本来本文中是两个巨大的这个水下平台 由什么制造的呢 made of steel and concrete 这是由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制造的 钢筋混凝土结构还有个术语 咱们作为常识也可以记记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中间有个hyphen连字符连在一块 大声来没 Feral concrete Feral concrete 直接这个更加专业一些了 就是钢筋混凝土或者钢筋混凝土的这么一个结构 因为这个大多数的建筑都是由它建造的 所以这个在阅读中出现的也很多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形容词语须问题 做一道说话题 体会一下 81页看第7题 好 还是打开书 看81页的第7题 快点 第7题 The towers are built on什么 which are sank beneath the water 这个高塔建立在什么上 后面又修士说是它的水面之下 水面之下的两个巨大的平台上 咱们看应该选哪个 好了 唯一正确的选项是D选项 Emmense Federal concrete platforms 因为那个水下的现在变成定义从具了 在前面只有两个修士语 一个是巨大的 一个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这两个形容词的语序 该怎么去排呢 Ferror concrete这个词 既可以表示钢筋混凝土 也可以当定义来 用钢筋混凝土的 都可以 该怎么排序呢 咱们又回忆起 在李老师以前说的 大型年新言国才用 这八个字的口诀 巨大的属于大型年新 那个大排的鞋面 这个Ferror concrete钢筋混凝土的 属于什么 属于材料 大型年新言国才用 材料 在后大小在前 所谓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的平台 对吧 这个是对的 然后这A选项 钢筋混凝土的巨大平台 形容词反了 这个语从四句错了 B选巨大的 由钢筋混凝土制造的 对不起 made of something 这么长的一个定语 不能做前置 得放到这个platform home去 后置 放到前置 用形容词单个都可以 这个位置错了 它应该后置 C中间这个and 更不同 乱套了 只能选 D选项正确 大型年新言国才用 好 这又是咱们老知识点的复习了 啊